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很多在美国买房的人希望可以在购买的自家土地上 加建更多的房子 美国房屋加建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 在房子所在的土地上可以加建几个房子呢 加建以后地税要上涨吗 加建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开发自己的后院空置地块呢 今天阿里建筑阿里construction的Peter李 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加建的问题 Peter 你好 哈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Peter 想请问一下您 ADU加建的基本流程到底是什么呢 ADU加建的基本流程 它其实和我们在申请一个房屋的这样一个新建的流程 基本上是相同的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得确认我们这个地块 它是否符合我们ADU的法规的规范的这个 这个适用范围 一般来说现在呢 大部分的这个ADU的 它是适用于伪众地块的 像R1啊 R2啊 甚至有一些这个R3 R4的地块 它都能够来适用于ADU的法规 但是呢 就是说像商业地块的 有一些 它就不适用于我们ADU法规 这是第一个 就是确定我们是否适用于ADU法规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建筑设计了 如果在适用的情况下 我们来怎么来做他的ADU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地块上的安排 做一个建筑的设计 从C-Plan 然后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建筑设计的 其他的相关的密面图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纸 先交到C-T的这个Applining Department 也就是它的规划部门 规划部门审批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根据这个审批的一个结果的图纸 然后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深化的设计 就是我们的建筑施工图 当我们的建筑施工图交到C-T 获得审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项目的这个施工许可证 我们叫Building Permit 当你得到这个Building Permit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工建设您的房子 然后开工建设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部C-T都会派专业的这个Inspector 也就是检察官来检查我们项目的推进的这个情况 是否符合加州建筑法规的相关要求 当我们这个房子整个的建设都完成了 也符合C-T所有的检查的流程 那么我们后面我们的客户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竣工的验收 之后得到一个它的一个入住许可证 这样呢就是完成了我们整个这个加建ADO的这样一个流程 嗯 好 非常感谢Peter介绍啊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前期签署了一个有关房屋加建的SB9法案啊 就是说每个Single Family独立屋的土地 都可以划分成为几个独立的Property 是这样的吗 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是如何影响华人加建房屋的呢 是的 这个法规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进阶版的ADO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它和我们之前ADO法案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允许对土地进行分割 分割完了之后 您所加建的这一部分的新的这个建筑物 它是可以分开的进行市场上的销售的 这样一个法案呢 它很好的就是说它能够盘活我们 现在已有的客户家的后院的闲置的空地 同时呢 它又让我们的客户人有一个更加方便的选择 之前呢 我们的ADO在后院 你的回收的这个 这个投入的渠道主要来自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您房屋加建升值了之后呢 您可以就是说去refinance 就是说重贷 然后把您就是增值的这部分钱呢 从银行能够拿出来 这是一个回款的渠道 第二个呢 就是靠一个租金的收益 我们ADO虽然说它的投资回报率非常的高 像后院加建一个全新的1200指 在盛盖博股地区的话 它能轻松的租到3000多一个月 但是呢 这种呢 它是也算是一个长期的回报的一个形式 那有了ASB9之后呢 它把这个投资呢 变成了一个可以采取短期的这样一个 高回报率的这个 由于这样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地分割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开 卖这块分割出来的土地 就是把您家后院多的土地 您可以就是分割之后 直接卖这块地 因为分割之后 它有独立的APM number 也就是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产权 其次呢 就是说您可以把它在这个地上 盖一个建筑物 那这样一个独立的 拥有独立的土地 独立的水电煤气的这样一个建筑物呢 它完全可以当成一个新建房屋 推向市场进行一个销售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一到两年 就可以完全完成整个开发的流程 这个投资和这个回报的这个周期 它就大大缩短了 好 谢谢Peter介绍 既然您说到了SB9法案 那么如果有朋友想要去 用这样的一个政策来开发自己的后院 空置地块的话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首先呢 SB9法案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是通过了州的这样一个立法程序 然后在各个C体呢 我们各个C体还在做适应于这个法案的相关的配套的具体的这个法律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很多客户呢就提到 你们有没有这个SB9的成功的案例 那目前来讲呢 就是在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它有完成了整个的SB9的这个流程 因为从这个法案到生效到现在 它也就四个月时间 那么很多C体呢 他们对于SB9的这样一个法案呢 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就像当年的这个ADO的这个法案一样的 我们也在静观这个各个C体出台详细的法规 我们阿里建筑也是做了非常详尽的 从州法的一个解读 到各个C体的相关的建筑法规的规定的一个解读 为我们的客户 想做SB9的客户提供最权威的这样一个解答 也可以帮他们就是做一个前期的 就是我们图纸 包括土地划分的一个前期的一个 整个的程序的一个推进 好 谢谢Peter 还想请问一下您 假设要在自己房屋的所在地上 再建另外一个房子的话 这个距离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 这取决于我们采用哪种性质的这个加建方式 如果说我们用贴合在一起的方式的话 那它没有推具的要求 那么我们完全的就是想把它分开的话 那按照加州的建筑法规 它主要是有一个防火的要求和采光的要求 那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强对强的距离 它需要有六尺的这样一个建筑 好 谢谢Peter介绍 那如果有客人想找到您说想要做加建 然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呢 他们会咨询就是说我想做加建 那加建呢 它的形式其实有很多种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客户他做这个加建的目的 是提高自己的这个居住的品质 还是作为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目的 首先在清楚了客户的目的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客户不同的一个选项 如果客户是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么我们通常呢 会加大他的这个卧室啊 包括卫生间呢 以及他的客厅呢 这种呢就是说 把它整个的居住面积进行一个扩大 和居住的装修的这个档次 包括里面的设施设备 进行一个整体的升级 我们叫整体的remodel和加建 那如果是出于投资的目的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呢 是用来出租的 然后获取更多的这样一个房租的收益 那么我们非常建议客户 来采用我们ADO的这样一个政策 ADO呢 它就是在后院里可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居住单元 而且可以合法的居住给第二个家庭进行使用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ADO的户型的要求呢 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这个D块 它的面积不一样 我们会给我们的客户提供各种的这个选择 像我们一房一位 它是适用于比如说400尺到这个500尺 那么500尺到600尺呢 我们可能做到两房两位 那么700尺到800尺呢 我们做到两房两位或者是三房两位 那么1200尺到1000尺呢 我们可以做到差不多就是三房两位 或者三房三位的这样一个配置 根据周边的这一个市场对于 这个租客的这样一个 它的一个需求的分析 那我们来帮客户做这样一个策划和这个建筑设计 好 今天非常感谢阿里建筑 阿里construction的Peter李 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有关家建的问题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感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感谢主持人